Hello 大家好 我是Abi 我現在在桃園機場 我現在要從台灣準備回新加坡 現在啊 因為提早了蠻早就到機場的 所以我有搜尋了一下 機場有哪裡可以休息 我就找到了一個免費零休息區 然後裡面還有免費零日子 我帶大家介紹一下 我現在已經到了 它是在華航還有國泰航空的貴賓寺中間 有一個機場體驗區 是所有人都可以進去休息的 這邊是在四樓的促進大廳這裡 這裡的設施裝潢是由全球知名的環亞貴賓寺所移購 然後它是在全球一百多間 裡面只有這一間 而桃園機場的是免費的 在八公堆看到了我 在四樓的年快 跟第一滴 在五樓的年快 完成生有的 在九樓的年快 從二樓的年快 最終問題 在幾樓中 最終問題 você將現在就沒有 这里的设计其实非常舒服 它是比较木纸调的颜色 然后搭配灰色 我觉得就是很有质感 然后里面的感觉非常的干净 然后很舒适 有些人可能会来这边吃东西 但是整体的感受其实是蛮好的 蛮凉爽 然后空气也还蛮流通的 所以真的有一种到贵宾式的感觉 比较多这一区是来休息的 因为这一区是有沙发区 就是可以躺下来的 然后刚刚看到的隔壁区是比较偏向办公主 如果用电脑或者是要吃东西 然后或者是在那边稍作休息滑手机 刚才刚刚的办公区会蛮适合的 现在要小心一点 因为大家都在休息 可以看得到 每一个位置几乎都有插座 所以在这边休息 好用电脑办公 或者是要剪影片 都非常方便 好用电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有这个福利这个权利 然后里面的话是有沐浴乳跟洗发乳都有提供 如果想要毛巾啊 还有其它的洗漱用品的话 它环牙贝宾是可以购买的 超方便 这边有位生肠人士设计洗手间和美育间共同在一起的 所以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过来 现在我要去我的登机口那里 今天的机场免费贵宾室体验还不错 我觉得重点就是很安静 人其实不多 然后大家都很尊重其他人 就是休息的休息 然后可能滑手机用电脑的 他们就会滑手机用电脑 那吃东西的呢就是吃东西 聊天的也有 但是很小声很小声 所以在里面的状态其实很舒服 非常建议大家如果以后在机场有太多的时间 或者说需要休息的时候可以到机场的免费贵宾休息室 台湾机场这一面墙 我很喜欢 因为看了就知道是在台湾 这个是方文山设计 方文山的词 我觉得每天很开心很重要 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拍一些有意义的影片 然后是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的影片 所以我可能未来会规划一下 要怎么样去呈现出这种感觉 然后这种影片 然后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受到关注 然后让更多人能够得到帮助 这带鬼画中 是因為球還是不能拍 是因為球 哪會啊 有沒有很巧 有 真的很巧欸 很誇張對不對 賽季太糗了 你剛剛有認出我嗎 有啊 有 好巧 我剛剛在樓上想說 欸 那個人是為了神嗎 嗯 欸 我還借你名字欸 我剛剛想說是為了什麼 欸比欸比 快啊 蛤 你現在在拍照嗎 你在錄影啊 喔你在錄影喔 我今天錄了大概五分鐘了 你今天是幫我這一班是不是 哇好巧喔 沒想到你會在這裡 你自己吃喔 去哪裡 新加坡 可是你不是 你很誇張欸 Dora 你看她不知道我在幹嘛啦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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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翻白眼的 你在幹嘛 我現在在褲航 我現在在褲航 喔是喔 翻N次白眼 我現在是褲航的 什麼 Dora她說我是褲航的什麼啦 什麼 Cabin crew嗎 對啊 我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很誇張耶 認識理耶 認識啦 認識啦 你過得好嗎 真的 你說 就是有時候會流幾滴淚啊 怎麼按 沒有啦 我過得很好 好 我好像在求婚 沒有 不想要拿出戒指 那時候也是這麼少啊 嗯 很少很好啊 你就很快就可以做 那個Dora operations 我跟她的時間都是從十二點到晚上九點 對對對 唉唷 現在到新加坡了 好 剛剛 我們在等麥當勞的時候 那個 麥當勞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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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店員 他 有跟我們聊一下天 然後後來他就請我們吃東西 超好 超開心 等一下 去跟他合影一下 對啊 因為 那個 已經下班了 剛剛我們問了另外一個 那個 好張心喔 才大概 隔三分鐘而已 他就下班了 很快 那個很好耶 請趕快走 蛤 請趕快走 對 跟我們吃完東西就下班了 可以提人啊 不提 我要來吃全球最好吃的 金辣雞皮包了 要吃囉 最好吃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全球最辣 好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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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狗 快狗 啊 啊 啊 好吃 欸 我願意一手拿相機 會吃到這樣子 會吃到這樣子 很辣 你看好多醬喔 嗯 好美喔 我剛剛的影片 我剛剛的影片你喜歡嗎 蛤 我剛剛的影片你喜歡嗎 我剛剛的影片你喜歡嗎 我喜歡 你有笑嗎 我好笑 你不覺得他很討厭嗎 討厭嗎 你沒有外星人 Katy黃 你知道我們在等你嗎 你要多久 歡迎大家那影片結束了 這支影片是在2019年的五月拍攝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 還有訂閱喔 掰掰 掰掰 對 跟你們一樣 按讚 影片